Hello Hello 大家好 精靈精靈 天氣越來越熱 電費又加了價 想在家裡探冷氣 但又想省電環保 可以怎樣做 等我教你啦 開冷氣的時候 配合循環線用 將冷氣溫度調高 就可以又省電又環保 循環線又叫做對流線 一般而言 循環線比傳統風扇細部 風扇頭的外形通常更像圓筒型 有助促進室內空氣對流循環 令實運更加均勻 挺棒的 等我馬上買一部線 不要急著 我知道今期消費會 測試了12款循環線的安全和效能表現 發現有8款樣本 無法通過部分安全測試 測試發現其中兩款樣本的阻現能力不理想 著火後未能夠在標準要求的30秒內自動熄滅 另外 12款入面有一款的內部電腦版上 個別帶電部分之間的絕緣距離不足夠 有機會造成短路的 測試同時發現 這款樣本和另外三款 當拆下風扇炸或線頁之後 用戶可以接觸到的部件 和帶電部分之間的絕緣距離不足 增加觸電風險 為安全起見 大家拆下風扇炸或線頁之前 記得先拔下插頭 有小朋友的話 就要更加留意 測試發現其中一款樣本在自動上下搖擺的時候 風扇頭和底座之間的空隙 可以夾著模擬兒童手指的試驗手指 而且夾著的力度超出標準上限 有機會夾到小朋友的手指 除了安全之外 長環線夠涼夠大風都很重要 12款樣本良德的送風量 介乎每分鐘10.1至21.2立方米 相差百分之52 另外普遍來說 線頁直徑較大的樣本 送風量都高些 精靈精靈 那哪款最省電呢 我們可以參考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數值越高 即是越省電 這三款能源效率最高 比起能源效率最低的樣本 省電67% 現在我會選擇了 選購前記得留意 循環線的功能和設計 例如自動左右或上下搖擺功能 時間制 兒童鎖功能 有部分循環線採用可擦式風扇罩和線頁 方便用家清潔 原來還有那麼多注意事項 不知道還有沒有使用小提示呢 當然有 一 循環線要放在平穩和不容易卡到的地方 千萬不要放在容易被整濕的地方 二 留有空間讓循環線擺動和散熱 三 定期清潔循環線 以免塵埃積墜 四 移動或清潔循環線之前 記得先拔掉電源插頭 想知道更詳細的內容 立即訂閱第560期選擇月刊吧